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九十三面 新六 明藏性及庚大性 前面的地 水 火 风 空 都是一个没有明了性的设法 这以下的根大是讲六根的作用 它是一个心法 六根的见文秀长觉知 这六种功能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 未来又将往哪里而去 这个的确是值得我们去探讨 因为我们不能知道它从什么地方来 从什么地方而去 我们就不能去改变我们现前的六根 那么佛陀在花明六根的体性跟作用的时候 它的道理跟前面一样都先破旺 破除我们原先的执着 然后再显正 破旺当中我们先看破童 破童 这个人见的根跟所见的层 它们是同一体的 这个道理是不能成立的 当然 此见落父以明以暗 即以西空原一体者 假设 这个人见的功能 它是有字体的 而这种字体 跟明相 暗相 跟西空相 这三个都是同一个体的话 先做个这样的假设 那么光明相跟黑暗相 这两种相状的体性是复相倾夺的 怎么说呢 因为黑暗现前的时候就没有光明 光明显现的时候就没有黑暗 这两个是复相倾夺的 那么既然身为一个人见的功能 它跟所见的明暗是同一体的 那么同一体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不能分开 就像我们身体是同一体的 有的时候大家都有 没有的时候大家都没有 那么既然这个人见的功能 跟黑暗是同一体的 那么黑暗消失的时候 那么这个见也应该跟着消失才对 那么当光明出现的时候 你就应该看不到光明才对 这个就跟现实不符 其次呢 假设这个见是跟光明是同一体的 那么当黑暗出现的时候 光明消失了 你这个见的功能也应该消失才对 因为你跟光明同一体 那么当人见的功能消失的时候 那你又能够怎么见到光明像 怎么见到黑暗像呢 那事实上 跟我们是现实生活是不相符合 我们现实生活是 若明暗数见无生灭 光明跟黑暗是不断的变化 有时候光明有时候黑暗 这两个情况是变化的 但是我们能见的功能并没有变化 我们是明时见明暗时见暗 所以你不应该说 我们这个见跟明暗是同一体的 因为明暗变化 我们的见没有变化 那统一体应该是同进同退才对 所以这样的假设是不合理的 我们再看第二段 破这个意 意就是彼此不同体 若此见经以暗与明 非一体者 如你明暗即以虚空 分析见言作何形象 明明以暗即以虚空 事件言同归宝兔角 明暗虚空 三世记忆 从何意见 那么假设这个人见的见经 跟黑暗像跟明像 他们彼此不同体的 你跟我不同 我跟你不同 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各走各的 或不相关 那么这个地方当然跟事实也不符 那你这样子可以试一试 你离开的光明像 离开的黑暗像 跟离开的虚空像 当你离开了所有的所言见的时候 你那个人见的见 到底是什么象状呢 你没有一个所见的象状 让人见的见能够表现出来吗 事实上呢 当我们人见的功能 离开了明像暗像 跟虚空像的时候 这个人见的功能呢 就像是龟毛兔角 根本不存在 所以说呢 当光明像 黑暗像 虚空像呢 这三种象状记忆 这个忆呢 奥伊达斯解释 这个忆解释 这个忆解释做离开的意思 但这三个都离开的时候 我们这个见 根本就不能建立起来 我们常说离成五体 离开的所言的沉浸 这个能分别的见 根本就是龟毛兔角 根本就密之了不可得的 所以说是 义也是不合道理 我们看 或同或义 弥难相背迎合或同 离山延武迎合或义 先破相同 那么光明跟黑暗 两种象状是互相违背的 有光明就没有黑暗 有黑暗就没有光明 所以你不能够说同体 这个前面破了 那么也不能说破亦 离山延武迎合破亦 离开的三种的成像 光明黑暗跟虚空 人见的功能也不存在 所以也不同体 这个前面也都说过了 我们再看 破非同非义 分空分见本物鞭判 迎合非同 见暗见明信非迁凯 迎合非义 我们先破非同 分空分见 当我们详细的分析 空 空就是所言的明暗虚空 这种象状 以及分析人分别的见的时候 我们发觉不管是人分别的见 跟所分别的虚空 它们两个都是没有边际的 没有边际可得的 都没有边际的时候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说 它们不是同一体呢 因为你找不到两个的边际 两个都没有边际 那两个只好融为一体 所以说是破非同 也不合理 那么非义呢 见暗见明信非迁凯 迎合非义 我们这个人见的功能 暗时见暗明时见明 它的体性 并不随明暗的改变 而有所改变 所以你不能够说非义 因为这个明暗是生灭的 是生灭的 那我们这个见是不生灭的 所以它们不应该是同体的 所以非义 破这个非义 我们看总结 如更细神 为细省祥 省地圣观 明从太阳暗随黑夜 通俗虚空 永归大地 如是见经 因何所出 见解空完 非何非何 不应见经 无从之处 所以我们应该 对这个人生的道理 要详细的观察 深入的观照 乃至于如是的观照 说是光明是从太阳而有 黑暗是随顺黑夜何有 通达是属于虚空之相 而这个永塞 是归于大地而有 那么这个光明黑暗虚空大地 各有各的阴眼 那么这种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创造一个人见的见经 它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而来 因为见解空完 人见的根 见闻觉知 它是有明了性的 而虚空却是一个无情的东西 一个有情跟无情 所以他们两个既非彼此参查的合合 也不可能上下的结合 因为体系不同 一个是有明了性 一个没有明了性 那你怎么能够说 它是有自体的 它是从什么地方而来 所以这个地方是破合合相 我们最后再看 灰印见经无从自出 你也不应该说它是自然而生 这破非合合相 总而言之 整个这个六根之相 是不自生 不他生 不共生 是非因言非自然 它是当体无生 当体无生 所谓的 它的相状 是一种 当处出生 随处灭尽 一种极空极甲极忠的一种 生灭的影像而已 它没有真实体性的 破它的真实体性的执着 这一下显身 我们看前面是破旺 这一下显身 忍耳明大君 若见闻之信言周辩本不动摇 当之无边不动虚空 并其动摇地水火火 君明六大 信真言荣皆如来藏 本无生灭 那么前面我们是破除 这个 它的相状是希望的 这以下呢 就说明这个六根的体性呢 是真实的 而且是周辩法界的 所以事实上 这个见闻秀长爵士 这个六根的体性呢 是圆满的 是周辩法界的 而且它的体性呢 根本就是没有生灭像 像状是有生灭的 有阴炎它出现 没有阴炎就消失掉 但是体性是不生不灭的 它随时存在那个地方 等你去感应的 所以我们应当了知呢 广大无边的虚空呢 以及这种生灭变化的这种地水火火 它的体性呢 都是属于六大 我们前面说话 这个大的意思就是周辩法界 它的体性就是真实而圆满法界 都是我们现前一念心性 本质既足 本无生灭 所以这个地方呢 把这个相状的希望像 把它破了以后 看出它的本来面目啊 就是我们的一念心性 清净本人周辩法界是 随时随地存在的 根本就没有生灭的 这以下佛多对阿兰尊者的一个告诫 阿兰如性成伦 不悟如子见闻觉知 本如来上 如当官子见闻觉知 为生为灭 为同为义 为非生灭 为非同义 所以说阿兰尊者 长久以来啊 我们的心呢 都是对外相 产生坚固的执着 所以不能够回光缓照呢 它的见闻觉知的体性 我们在相状的执着 和诗气的广大的体性 不是说这个体性呢 当体就是 如来上 当体就是我们众生本具的 一念心性 这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 所以我们应该呢 假借这个阴影 回光缓照这个见闻觉知的体性呢 到底是生 是灭 是同 是义 是非生灭 或者是 非同非义 这个前面都说过了 从这个地方去 相互的对比啊 你就可以知道啊 其实这个六根啊 它本来就无生 本来就没有生灭 我们在生命当中啊 我们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 对 对某一个象很执着 结果我们就忽略了它一个广大的体性 就好像说我们今天一个大海 大海上中被风一吹产生一个水泡 我们对那个水泡很执着 结果湿起了整个大海 因小事大 我讲一个禅宗的方案 诸位体会一下 禅宗平常都是打坐 观想 你从什么地方来 你来到这个地方之前 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找到生命的根源 平常各自用功 有一天呢 这个老禅室就考试了 把所有的禅室集合在大殿 那么大家入座的时候呢 这个大殿的正中央啊 放一个脸盆在中间 禅室考一个题目 这个东西啊 不能叫做脸盆 大家道一句 这个叫什么 有人说这个不能叫脸盆 那这个叫做大的碗吧 有人说那这个叫大的盆子啊 大家都开始讲话了 后来有一个禅师啊 大家都讲了差不多 他站起来 像老禅师提你以后 面对这个脸盆 一脚一踢 你把脸盆踢 踢走了 踢走了以后 再跟蠡师提你再入座 蠡师说这个人是 答对了 为什么答对呢 因为我们 习惯性被自己的迷言思想的带动 而看到了脸盆的相状 没有看到他的体性是片门 那么这个蠡师他一来 把这个相状怎么样 踢走以后呢 大家回光还照 哦 原来这个脸盆啊 是一个 当初出生 随处灭的一种 极空极甲极中的影像而已 你有一眼他就显现 没有一眼就消失嘛 但是我们被这个脸盆这两个字啊 产生很多的想象 哦这个可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而忽略的脸盆的本质是从哪里而来 所以这个蠡师一脚一踢的时候呢 打破西空笑满塞啊 玲珑宝物啊 那么当下就显现出来了 玲珑宝物豁然开 如果我看这个公案 我个人觉得有一种个人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蠡师啊 他从大政角度要圆满一点 他把它踢走以后啊 最好把他拿回来再放着 为什么我讲个道理 诸位听听看啊 佛法不是破相 是破执着 你把那个相破了以后 你还是要假在这个相 借假修真啊 你说六根是 本非六根是密之了不可得 但是你念佛难道不需要六根吗 你拜佛不需要六根吗 你要创造来生更大的功德 你还得靠你现前的六根 所以诸位要认清楚啊 我们是破除心中的执着 不是破除相 但除其直 不除其相 你说六根你看 他也不是自身 也不是他身 也不是共生 那我从现在开始 我也不吃饭了 也不照顾他了 让他自己败坏 那你也完了 你也没办法休息 所以诸位要知道啊 向望 希望的意思不表示它不存在 希望的意思就是它是暂时存在的 你只能够把它借用 你可以借用它 但是你不能认为它是经常存在的 希望就是说 你可以借用你这个圣心世界 来寄功雷德 但是 你要有心理准备 他因缘到的时候 他消失的时候 他不告诉你 他不管你的 他要走就走的 你没办法控制他的 命是了不可得的 因为他来无所从嘛 你现在的身心世界是有一个地方来的 那就不会改变了 这永远就是你的 你今生是这样 你来生也是这样 事实上不是这个意思 你今生所有的因缘都是暂时借你用的 所以你现在就是跟生命在 看谁比较快 我要赶快利用这个因缘 既然是假 但是你要怎么样 借假修真 你用这个因缘来寄功雷德 拜佛 念佛 畅悔 业障积极之良 然后你这个因缘结束了 你一个新的心态 新的业力 又创造一个好的六根出来 然后这好的六根从哪里来呢 它本来就存在 那本来就存在 那本来就存在 为什么你之前不会显现呢 因为你过去没有这个业力 所以主要你体会 体性是偏满 像状是因缘显现 这个佛陀在前面的三箭 一再地存入这个观念 这个是整个修守 那一王三昧的基础 我们看第三段的 《闲礼信》 《如臣不知如来葬众信贱皆明》 《劫经明鉴》 《清静本然周遍法界》 《随众生经应所知良》 《如意见根见周法界》 《听秀长处》 《劫处皆知》 《妙德云然周遍法界》 《严满时需临友方所》 《喜悦法显》 那么这段呢 是把整个六根的 它的体跟它的用 做一个总结 先看它的体性 那么 阿拉拉 你从来不知道 这个六根的体性 其实就在我们 《一念心心》当中 本来记住 怎么说呢? 因为《信见绝明》 这个《俊文觉知》的体性 是本至真空的 那么本至真空 这个《绝经明鉴》 这个真空的体性 又记住《死法界》的染尽六根的体性 所以这叫信聚的思想 它本来就存在我们一念的广大遍满的心中 而这个心呢 是清净本然是周遍法界 是离一切相 是及一切法 这个地方是说明了 六根的体性 是本来就存在的 这个部分你不用去费心 它本来就存在了 那么这一部分呢 不是我们该用功的 该用功的应该是第二段 就是《随众生性》 应所知良 行业发现 那么六根 好的六根 不好的六根都存在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出现好的六根 有些人出现不好的六根呢? 因为随着众生的迷雾 他的染尽的思想 他所产生的善恶的业力啊 而个人呢 行业发现 比方说 说我们六根当中的其中一个贱根 这个人贱的贱性是周遍法界的 乃至于其余的听 听是耳根 袖是鼻根 长处是舌根 绝处是生根 绝肢是易根 那么整个六根的体性呢 都是记住唯妙不可思议的功德 映然的就是 就像白衣一样的清净光明 周遍整个死法界 严满十方虚阔 哪有说固定的方术呢? 哪有说一定只有佛陀有殊胜的六根 我们没有殊胜的六根呢? 其实所有殊胜的六根 到处都是 你有这个业力 你就可以显现 你没有这个业力 你到哪里都一样 你到哪里都一样 他没有固定的方术 他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 我们看总结 赐迷惑 世间无知或为一言及自然性 皆是世间分别基督 但有言所有都是 这个道理前面都说过 我们从六根的像状来看 我们的确看到每一个人的六根不一样 你看有些人的眼睛很好 看得很远 有些人的眼睛只能看近视 你看阿罗汉的眼睛 他一入定的时候 看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就看手中的一颗檳榔果一样 菩萨能够观察百千大千世界 佛陀能够观察无量无边的世界 那为什么六根的差别差那么多呢? 答案很简单 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心量 你就有什么样的六根 你有什么心量你就有什么六根 我讲一个小故事 诸位体会一下 说在这个非洲 这个地中海的南边 有一个国家叫阿尔及利亚 这个国家呢 它的乡村种了很多的稻米 那么这个稻米到快要收成的时候 荣夫辛辛苦苦了一段时间 要期待收成的时候 来了一群猴子 猴子就把这个稻米 比较好的都拿走了 剩下都是一些比较差的 所以这个荣夫就感到非常的无奈 也非常的生气 后来有一个村庄 他有一个很有智慧的老者 他就想一个办法 来对着这个猴子 他就做一个铁器 这个铁器就像花瓶一样大 这个铁器的瓶口小小的 关键在这个瓶口 你的手是放松的时候 你的手刚好伸进去 但是你的手要把它 转成一个拳头的时候 你手就拿不出来 它那个瓶口就刚好你手掌可以进去 拳头就不能出来 然后呢 这些荣夫们晚上 就把那个瓶子里面放了很多的稻米 新鲜的白米在里面 再把这个铁罐绑在树上 结果第二天 看到好几只猴子 手上抓着白米不放 然后他昨天晚上 一个晚上就跟那个瓶子在那边较劲 他就不肯把那个手上的米放下来 不管这个村庄经过了几十年 几百年代代相传 几百年过去的 从来没有一个猴子 愿意把手上的米放掉 没有一个猴子做得到 结果这些猴子 因为抓上手上这个白米 失去他一生的自由 被抓到以后卖到的动物园去 甚至有了牺牲他的生命 那么这个当然这个道理 不只是化身在猴子身上 其实众生的心态就是这样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一辈子都做凡夫呢 这个问题 为什么文殊菩萨他就能够做文殊菩萨呢 我们讲心境决定你的处境 你看 钟大师说一句话说 钟和巴大师说 他说我们今生都为了自己来磨福利 结果我们得到什么 我们从早到晚 所做的一切都为了自己着想 结果我们得到一个非常卑贱的六根 生生世世如此都没改变 就像这个猴子一样 文殊菩萨普贤菩萨 他所做所为都是为众生 他产生广大功德的六根 神通变化的六根 那你会问说 那我的六根从哪里来呢 文殊菩萨的六根从哪里来 其实讲实在话 我们每一个来的地方都是一样 你说从哪里来 清净本来 周遍法界 灵友方所 从哪里来 本来就存在 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心态 我们的生命就不断地降下去 这个不是说上帝创造的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生命的一种不能改变的规则 随众生心应所知良 行业发现 心境决定你的处境 所以你看 所有的修行者第一件事情 发菩提心 先把你的胸量放大 当然你说那菩提心怎么化得起来 先明白道理 你要把人生参透了 你能够蹭底的放下 才能够彻底的承当 所以我为大师说 你没有高超的品格 你不可能产生广大的胸量 不可能有这些 殊胜的这些修行出来 你看佛陀 你看佛陀到现在 怎么修行都还没有讲 讲了三简的经文 就在讲这个道理 你从什么地方来 死法界的众生 从什么地方来 这个道理非常重要 你要从这个地方开悟了以后 你才能够知道怎么修行 是这个意思 阿兰尊者也即将开悟了 再一科阿兰尊者就要开悟了 我们大概最难的 嫩人经 会要结束 前面三简最难 后面都很简单 你这个三简的道理了解的 后面的话 都在应用 他在讲说 他开始应用 为什么他会做一只蚂蚁 为什么他会变成一只鸟 他会变成一只狗 会变成一只马 都有他的阴眼 都是向往信真 各有各的阴眼 我们看第七颗 明藏性即已是大性 这个藏性 就是我们现前一念心性 当下记住 这个是 这个是 言是耳是 鼻是 蛇是 生是义是 六四的了别性 就是这个六四 其实是我们一念心性 当下记住的 那么六四的作用 是假借四相的阴眼而显现的 所谓的向往信真 分四颗 一破望子 二明大君 三显理性 四次迷惑 先看第一颗破望子 阿兰 四信无言 英尼六种 根尘望出 如今片官 此会慎重 用目寻力 其目周世 但如今中无别分析 如是一种 是地标子 此是文书 此父罗那 此目见年 此须不提 此摄地佛 首先我们把根跟式的分析说一下 六根是五纪意识的第一叉弩 它是一种自信的分别 不带明言 所以它得到的是诸法的相状 六四是五纪意识 第二念以后 我们第六识产生一种明言分别 产生很多的思想 你看到这个花 这个花很漂亮 开始就着这个花 产生很多很多的明言的妄想 这个就是所谓的嫉妒分别 一个是带明言 一个是不带明言 好 那么我们看这个六四 首先我们看六四的体系 说阿兰 四信无言 这个六四 眼耳鼻舌身意 这六种四 就是它的体系 它是没有一个根源的 来无所从 去无所持 其实没有根源的意思就是 简单来讲就是它片满的意思 它是周片法界 它没有固定的处所 那么它必须假借六种的根 跟六种的层 这是六根去攀岩六层的相互作用 这个中间才创造了六四的了别出来 它的作用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根层的相互作用创造六四的关系 这以下就详细说明 比方说 如今片官此会胜重 所以你在这个愣灵法会当中 你用你的眼睛去普遍的观察 这个诸位参加华会的这些慎重 那么片官正式讲的是能见的根 此会的慎重是所见之成 那么根成的作用就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我们看 那么我们刚开始用目行力其目周式 但如镜中无别分析 我们刚开始一一直眼根就循着次第一一的观察 那么在我们眼睛的范围当中观察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慎重 这些慎重就好像镜子当中显现一种影像 而我们能够对这个影像有所了知 但是不能产生一种明言的分别 不能产生明言分别 不能带动明言 不能带动种种的思想 只有了知它的形象 不能带动思想 然后慢慢的如是一种次第标志 等到根成的作用第二畅挪以后 就带动了所谓的六四的产生 那么这个六四就能够对于这个所观境 一一的明白的指出 这是文殊菩萨 这是傅隆纳尊者 这是穆尖仁尊者 这是须菩提尊者 这是摄地佛尊者 我们就能够把这些影像 加上很多很多的名称 对这个名称去思维它的功德 穆尖仁尊者神通第一 摄地佛尊者智慧第一等等 那么这种思维的功能就是六四了 那么只是其它的象状呢 这是六根 这个地方把根跟四分清楚 我们看下一段 此事了之 为生一剑 为生一象 为生虚空 为无所因突然而出 现在正式进入主题了 这个掩饰 产生了别的功能 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呢 是从眼根的剑产生的 还是生于外在的成像 还是生于虚空 还是没有因言突然而有呢 我们先做一个假设 说这个六四是有字体的 有字体就有地方来 看它从什么地方来 阿然 若如士性生离剑中 如无明暗即与社空 是种必无 言无如见 见性尚无 从何发誓 说阿然 假设我们眼视的了别性呢 是从眼根而生 这等于是自生啊 眼根创造了眼视 但事实上没有明暗社空 这种外四种沉浸的刺激啊 在没有四种外沉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人见的根啊 都不能生起作用 人见的根 尚解不能生起明了 又怎么能够发动 这个了别的事呢 没有外境 连根都不能生起 不要做事 所以说自生不合理 若如士性生一象中 不从见生 既不见明亦不见暗 明暗不足即无社空 彼像上午是从何发 那么假设我们这个眼视的了别呢 是从外相 四种的成像所生 不是从见根而生 那么如此一来 在切滑人见的眼根的情况之下 我们既看不到明像 也看不到暗像 明像暗像都不可见 乃至于一切的设法之像 一切的悉空之像 都见不到 那么种种的成像 尚且见不到 那么眼视又怎么发动呢 眼视的目的 就是了别这些成像 结果你连成像都看不到 又怎么了别呢 所以不能够说从成圣 我们看破从空生 若生于空 非向非见 非见无变 知不能知明暗色空 非向面言 见闻觉知 无处安立 处此而非 空者同无 有非同物 中发如是意而分别 所以这个眼视是有字体的 是生于虚空 从虚空而来 那么这种情况叫做 非向非见 既然他从虚空而来 那么他呢 不惜假借外在的成像 又不必假借内在的眼根 这叫非向非见 那么在非见的情况下 没有人见的眼根之下 我们事实上是不能辨别明暗色空之下 那么在非向的情况之下 没有所见的明暗色空之下 那么这个 非向面言 如果没有所见的明暗色空之下 那么 这个 他的阴眼也就消失了 那么见闻觉知呢 也就不能安立了 没有所见的成像 那所言的成像消失了以后 其实能见的眼根 也没办法存在 所以处此二非 在此非向非见的二非当中 空者同无有非同物 那么这种情况呢 你说虚空能够生起眼视 那么在非见非向的 没有见也没有向的情况之下 虚空就好像是跟无一样了 又怎么能够发动式呢 有非同物 好 即使你说虚空是存在的 但是虚空又不像万物一样 有种种的形象 它是无形无相 那么它创造这个式 纵然能够发动式 一何分别 又能够分别什么呢 因为虚空是处在一种 非见非向的情况之下 就让它发动式 又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式就是在了别成像的 结果它的成像消失了 你发动这个式又有什么作用呢 所以这个空产生式不合理 我们看破无因生 若无所应突然而出 何不日中别是明眼 说是 掩饰是没有因缘 那怎么有呢 是突然之间冒出来的 没有任何理由 那佛多就访问了 那么你为什么你的掩饰呢 你不在面对太阳的时候 突然间去看见晚上的夜量呢 而生起了别呢 因为你说无因缘嘛 你为什么不面对太阳去看到夜量呢 不可能嘛 你面对太阳 你只看到太阳 你面对月亮 你只看到月亮 你因为太阳的因缘而看到太阳 你因为月亮的因缘而看到月亮 这个都是要因缘的 不是说没有因缘就可以出现的 你要拜佛 你要有个佛像 什么东西都要有因缘的 所以无因缘生是不合理的 我们看总结 如更细祥 微细省祥 见脱如今 向对前进 可壮成有 不相成无 如是誓言 因何所出 誓动见成 非何非何 闻听觉知 亦不如是 不应是言 无从之出 所以我们应该 在这样的一个六四的因缘当中 好好地详细地深入地观察 说人见的眼根 是寄托在眼睛之内 而所见的成像 是属于外在的境界 一个是内一个是外 可壮成有 凡是有形象的 就是属于色相 而没有形象的 就是属于虚空 所以 人见的眼根 所见的沉浸 色相 虚空 各个不同 在这四个当中 不同的因缘当中组合之下 创造了你的眼视 那么这个眼视 是被四个不同的东西创造出来 那你说它从什么地方而来 四动见成 这个眼视呢 是动态的 它是一个了别的 那么六根的明了呢 这个根呢 是静态的 根呢 它是不能够戴明眼的 所以两种体性不同 所以你不应该说 非和非和 文听爵士 亦夫如是 它们既非是一种 互相的掺杂的和和 也非上下的结合 那么其余的 文听爵士 其余的武士 亦夫如是 它们都不是和和而生 当然也不应该说是 五一无言自然而有 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破除 这个六四 它不自身 不踏身 不共生 它的结论是 本是无身 本是无身 也就是说 它只是一个希望的象状 来无所从 弃无所止 是一个极空极甲极忠的一个神灭的象状 因为它要有一个来的处所 那这个东西就永远不会消失掉 永远都不会消失 其实对我们是不利 非常不利 我不知道诸位怎么想的 如果一个东西 你说你的身心世界是有实体的 前生的你 跟今生的你完全一样 来生的你 跟你今生的你也长得一模一样 思想也一样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生命都不能改变 你怎么做都不能改变 这样子就麻烦大了 你永远是你 佛陀永远是佛陀 那么这个业力就没有关系了 就不能所谓的行业发现 那你修行干什么呢 修行不能改造生命 那修行干什么 所以说呢 一定要怎么样呢 他没有真实的体系 所以你的修行才能够改变 我跟你讲实在话 你今生的想法跟前生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 你看你前生是一个做生意的 做生意想的跟你跟现在 你现在做生意的价值观 你出了家以后是 思想是完全不同 你来生如果没有到极竇世界 你变成一个天王 你的想法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常常说 换一个位置 就不同的想法 这是事实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实体 他没有实体 所以他随隐隐隐变化 所以这个地方是说明无声 破除我们对这个像的执着 他只是一个 当初出生随处灭尽 一个暂时的像状而已 当然这个像状我们也不应该排斥 我们要假借这个六四 来思维极竇世界的功德 来产生我们一种往生的愿望 借假修正 好 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 那么三卷过以后 整个楞严经的基础就讲完了 后面的伴绝 那个广破疑疑 其实从这个观念发挥出来 那么 我希望我们大家 把这个向往新增的观念 好好体会一下 你说你十楞严咒 是大悲咒 这个功德 大悲咒的功德从哪里来 你说功德从大悲咒来 不对 大悲咒能够闯造功德 那就不用你去持了 你放个录音带就好了 你说从你的心中而来 那你干嘛要持大悲咒 你自己心可以发挥功德 答案是 大悲咒的功德是周遍法界 清净本能是周遍法界 你因为持他的关系 把他的功德显现出来 一处持咒显现一处的功德 十方持咒显现十方的功德 这个就是所谓的向往新增 好我们讲到这里 向下文常附在来日 回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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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